大家好,这里是思维密码,一个为你解锁智慧思维的频道。 心理学中有一条著名的150定律,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人际圈是有限的,社交人数的上限大约为150人,而最终进入核心交往层的却只有大约20个。 这个定律揭示了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现实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并非失去了一些朋友,而是逐渐懂得了谁才是真正值得深交的朋友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开始明白人生的朋友圈并非无限扩展的,而是有限的,珍贵的。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,我们会结识许多人,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,但最终真正能够走入我们心灵深处的朋友却是屈之可数的。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变得不善交际,而是因为我们开始有选择性地花费时间和精力,与那些真正与自己契合,值得信任的人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。 年少时,以为朋友就该陪你走到人生尽头,这是多少人对友谊的美好幻想。 然而,随着生活的巨大变化和个体成长,曾经的默逆之交也可能在人生的旅程中渐行渐远。 这并不代表曾经的友谊没有价值,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轨迹。 每个人都在寻找与自己相似,共鸣的灵魂伴侣,而这种默契的交往往会成为人生中最持久,最深刻的友谊。 在经历过各种人际关系的洗礼后,我们学会了珍惜那些能够真实相待,共同成长的朋友。 逐渐明白,生命中的交汇与别离都是正常的。 而真正留下来的朋友,才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 一、际遇不同,终将渐行渐远。 主持人何炯曾感慨地说,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,朋友是阶段性的,就算是不想承认,也必须接受,就是大家不一样了。 这番话,深刻地触动了很多人的心弦,因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朋友间的渐行渐远。 有人形容,童年的朋友如同童年的衣裳,长大后不是不愿意穿,是无可奈何了。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里,人们的人生轨迹交汇与别离,如同行走在山川河流之间,每一段路都有特定的风景。 曾经最亲密的闺蜜,也许在人生的转角处悄然离去,而曾经最要好的哥们,只能在同学会上匆匆见上一面。 这种际遇的变化,让人不禁感慨万分。 有人说,人生就像赶路,每一城山,每一城水,都是独特的旅程。 在这个旅途中,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,而当彼此的步调不再一致时,即便再不舍,也只能挥手告别。 这或许是人生的必然规律,每一次相遇都是注定的,而每一次别离,也是不可避免的。 在职场上,曾经同甘共苦的同事,由于工作变动或个人发展需要,不得不选择不同的道路。 高中时期的死党,因为升学,就业的不同,渐行渐远。 即便曾经志同道合,一同奋斗的搭档,在人生的舞台上也难免有别离的时刻。 然而,每一次陪伴都显得格外珍贵。 感谢那些在人生路上相遇的伙伴,他们彼此支撑,陪伴,鼓励,共同度过了人生的起起伏伏。 在离开时,彼此会心一笑,互道珍重,继续向前,不留遗憾,这就是相遇的意义。 人生几十年,迎来送往是常态。 每一个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,都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。 即使别离时有些许伤感,也应该感激这段美好的相遇。 正如一首歌词所言,人生何处不相逢,愿你余生皆是暖阳。 每一段别离,都是为了更好的迎接下一次相遇,让人生之旅更加丰富多彩。 二、三观不同,终将分道扬镳。 在《狼牙榜》中,一句台词深刻地描绘了朋友间的离别,世间有多少朋友,年龄相仿,志趣相投,原本可以一辈子默逆相交。 可谁会料到旦夕惊变,从此以后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涯路远。 这或许正是人生中无法回避的现实,即便希望与朋友一辈子相伴,却也有些人注定会走散。 道不同,不相为谋,这古迅在现实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。 当两个人的三观发生冲突,彼此的世界观,价值观,人生观无法达成共识时,他们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。 正如一段关系,无论多美好,若是建立在根本不同的信仰和理念上,最终也会渐行渐远。 在职场上,有时同事因为对工作方式、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矛盾,最终选择各自谋求更符合自己期望的道路。 朋友圈里,有的人因为生活观念的差异,不再能够找到共同的话题渐行渐远。 这也在家庭中发生,亲情、爱情都可能因为三观的不同而导致破裂。 三观不同,就像锦蛙无法与海相通,下虫无法与兵对话。 这种差异不仅是交流的困难,更是思维方式、生活态度的根本分歧。 尽管每个人都有权利坚守自己的信仰,但当这种信仰导致彼此之间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和共鸣时,分道扬镳似乎成为唯一的选择。 在人际交往中,与三观相合的人更容易携手共进。 这种关系犹如薄牙与子漆,无需言语过多,彼此间的默契能够弥补言语无法表达的部分。 在这样的关系中,人们可以更自然地表达自己,而不必担心被误解或产生矛盾。 因此,当面对三观不合的人际关系时,或许更值得思考的是接纳差异的同时,寻找那些三观相合的知音。 在余生中,与那些真心与你产生共鸣的人一同前行,或许是更为美好的选择。 三,尽其当然,顺其自然。 周国平的一句真言道破了人际关系中的无奈和淡薄。 对于人际关系,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个原则,就是互相尊重,亲疏随缘。 这是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,表达了对于人事无常的淡定态度。 在人际交往的长河中,有人要走,有情会淡,因为天下无不散的沿袭。 这其中,尽其当然,顺其自然,似乎成为人们最终的选择。 长久的关系,是可遇不可求的。 两个人要能够携手走得更远,需要很高的门槛,双方致时对等,志趣相投,灵魂契合。 在人生中,能够遇到一个与自己灵魂相似,志趣相投的人,能够一同前行,一生相伴,这已经足够。 这样的伙伴关系,如同一场奇妙的邂逅,不可抢求,但一旦拥有,却是珍贵不已。 一书在其文字中表达了城市中人际关系的复杂。 城市中人,看似高朋满座,客似云来,然而真正能倾心交谈的,却未必有三两个。 岁月如大浪逃杀,逃尽不属于自己的人,留下的是人生的真实风景。 在这浮华的都市生活中,有人匆匆而来,有人悄然离去,人世如梦,我们唯有接受缘分的随意无常, 领悟尽其当然,顺其自然的智慧。 成年人的世界,亲疏远近,聚散离合,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 在中年的阶段,回首过去,我们或许已经经历了千帆过境的风雨,生活也在热闹与清欢之间徘徊。 接受缘分的自然安排,释然于人生的起伏,不再为过去的遗憾感伤,而是怀着一颗平和的心,欣然接受生命的变化。 曾经的同学,因为生活的起伏走向了不同的方向,曾经的工作伙伴在职业生涯的变迁中散落在各地,曾经深交的朋友,因为家庭、事业的压力而渐行渐远。 这些例子都是生活中尽其当然,顺其自然哲学的真实写照。 所以,当我们看到那些曾经走进生命的人悄然离去时,或许应该感激他们曾给予的陪伴,然后顺其自然,心怀感激地继续向前。 在这过程中,人生会更加丰富多彩,也更容易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灵魂伴侣。 《千语千寻》中有这么一句话,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,路途上会有很多路口,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始至终陪你走完,你会看到来来往往,上上下下的人。 人生有很多的岔路口,每个路口都有人进来,也有人离开。 很多时候,朋友都是陪伴我们走过一个阶段的人。 最好的关系是陪伴时珍惜,离开时祝福,亲疏随缘,聚散随意。 愿你的真心被守护,遇到一个治你冷暖,懂你悲欢的人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感谢观看